好 下面我们看 证券法概述的第四个问题 投资者保护 我们在前面就提到 这个投资者 他是整个证券市场繁荣发展的基础 否则的话 大家想 一个证交所你开再大 根本没有人去交易 有用吗 也没有用 所以在证券法19年修订的时候 就专门用一张 讲了投资者保护制度 而在我们证券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比较重要的三个方面 第一 要区分投资者的类型 是普通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者 第二就是投资者保护机构 他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再有第三个呢 是先行赔付制度 好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 第一 区分投资者的类型 我们根据四个标准 把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哪四个标准呢 第一 投资者的财产状况 比如这个投资者 他到底是有十万 还是一百万 还是一千万 还是一个亿的资产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钱越多 承受风险的能力应该就越大 是吧 所以呢 他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好 再看 第二 金融资产状况 比如这个投资者 他已经炒股了 看看你股票账户上多少钱 是五万 还是五十万 还是五百万 还是五个亿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再有第三 投资的知识和经验如何 有没有相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 比如说已经炒股了 你是刚刚开户一个月 还是炒了十年 二十年 能一样吗 也不一样 再有呢 专业能力如何 比如说已经炒股的 炒的怎么样 这就是能力问题了 是吧 说实话 如果仅仅是看投资的经验的话 王老师是相当有经验的 因为我把无数个六位数 炒成四位数 这其实应该是教训 对吧 但是很明显 专业能力怎么样 不行啊 否则的话 你怎么能把无数个六位数 炒成四位数呢 你应该反过来才对啊 把无数个四位数炒成六位数嘛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今天还在给大家讲课的原因 是吧 好 大家看 按照这四个标准 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的知识和经验 专业能力 我们把投资者呢 分成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这个划分的标准 在20年考试当中是涉及到的 另外需要注意 这个普通投资者跟专业投资者 他们在一定条件下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比如说有一个投资者 本来是非常有钱的 结果后来没钱了 怎么没钱的呢 肠股炒的 那他就可能从一个专业投资者 就变成了一个普通投资者了 对吧 也正因为有普通投资者 跟专业投资者的区分 大家可以想见 这个普通投资者 无论是他的资产啊 知识啊 能力啊等等 相对来说都要弱一点 所以呢 他风险承受的能力就会差一点 因此呢 从法律的角度 应该要对他进行特别的保护 对吧 而这个专业投资者 既然他都是专业的 他的资产啊 他的知识啊 能力啊都比较强 其实他就不需要法律 去特别保护 一般保护就行了 是吧 甚至有可能 有的时候法律规定多了 他还嫌烦呢 典型的 比如说 主板每天有涨跌幅 10%的限制 可能人家专业投资者就认为 限制他干啥 一天翻倍不好吗 但是呢 从王老师这样 普通投资者的角度 还是限制比较好 为啥呢 因为一旦跌起来的话 哎 有个4%的限制 那有事有限的 是不是 好 这就是要划分 普通投资者跟专业投资者 那么 从证券公司的角度 既然投资者有区别 他就应当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 要进到相关的义务和责任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一 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这个指的是什么 证券公司将投资者销售证券 提供服务的时候 应当充分了解 投资者的上述相关信息 比如说我去证券公司开户 好 他问开户干啥 炒股 先了解一下 王老师 你家财产情况怎么样 你的金融资产状况如何 投资的知识和经验如何 专业能力如何 先了解投资者的信息 应当向投资者如实说明 证券服务的重要内容 充分揭示投资风险 告诉开户的这个股民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然后销售和提供 跟投资者上述状况 相匹配的证券跟服务 这就是证券公司的 适当性义务 先了解投资者的信息 了解之后 看看 他风险承受能力怎么样 然后销售 跟他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相当的这样的证券 或者是提供相应的服务 你不能说人家一共 所有资产就十万块钱 你让他用九万五来炒股 合适吗 那就不合适 所以如果证券公司违反规定 导致投资者损失的 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好 再看第二个方面 投资者提供信息 跟证券公司拒绝服务的义务 什么意思 就是投资者在购买证券 或接受服务的时候 如果他拒绝提供 或者没有按照要求提供信息的 证券公司应当告知其后果 并且按照规定 拒绝向其销售证券提供服务 我们刚才讲 作为证券公司 你先要了解投资者的上述信息 而怎么了解 当然就是问投资者 然后投资者应当要提供 对吧 如果说投资者 他拒绝提供 说我不告诉你 或者是不按照要求提供 本来他没有钱 但是他打肿脸充胖子 填了很多的钱 而可能证券公司一看就知道 这是假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投资者 他拒不提供 或者是不如实提供 作为证券公司应该怎么样 应该拒绝向其销售证券 或提供服务 注意 这既是他的权利 其实同时又是他的义务 你不能说 明明知道人家是没有钱的 好 然后你就顺水推舟 淹死你 是吧 那是不可以的 好 再看 第三 是针对证券公司 如果他跟普通投资者 发生纠纷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是 举证责任倒置 这样的方式 如果普通投资者 跟证券公司 发生了纠纷 由证券公司 举证证明 他的行为 是符合法律法规 以及证监会相关规定的 不存在误导 欺诈 等情形 如果证券公司 不能证明 那就推定他有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因为这个普通投资者 他在相关的知识 经验能力等等方面 都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你让他举证证明 可能比较难 所以呢 在跟证券公司 发生纠纷的时候 由证券公司 举证证明 如果你不能举证 不好意思 我们就推定 你有过错 那就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好 这是第一个方面 区分投资者的类型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方面 投资者保护机构 为了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专门设置 投资者保护机构 去保护投资者 而这个投资者保护机构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的 就包括 比如说这个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有限公司 我们把它简称为叫做 投保基金公司 再有呢 是这个中正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 我们简称为投服务中心 好 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 投资者保护机构 那么这个投资者保护机构 它如何去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呢 五个方面 第一 叫做代理权征集 确切的说 应该叫做征集股东权利 好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主体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权利呢 具体就包括了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独立董事 我们在前面讲到公司法 讲独立董事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这个独立董事 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为了维护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对吧 所以呢 它是一个代理权 或者说股东权利 征集的主体 好 再有 持有1%上 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或者是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或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所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我们把它简称为 投资者保护机构 或者说 投保机构 好 大家看 这四种主体 他们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 上市公司股东 委托其 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 提案权 表决权等 股东权利 这就是 他们可以公开的 去征集股东的 表决权 提案权等等 好 为什么 作为投资者保护机构 他可以公开去征集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他跟独立董事 他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道理是一样的 我跟大家讲过 一个上市公司里面 有很多的小股东 比如说 像王老师这样炒股的 根本就不会去开公司的股东大会 对吧 好 于是呢 他的这个表决权不就浪费了吗 如果说 在这个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有一些事项 他涉及到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或者说我们本来可以去提出一些提案 但是由于大家都不去 那么这些权力就浪费 怎么办 投资者保护机构 他可以公开把这些个提案权 表决权征集起来 代表中小股东去行使这个权力 所以大家看 这就是投资者保护机构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一种方式 那么其中 征集代理权的主体 在选择题当中要能够选择出来 四种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以及投资者保护机构 好 下面我们看 作为征集人 在征集的时候 应当要披露征集文件 而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同时 法律禁止 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 可能独立董事啊 投资者保护机构啊等等 他们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但是呢 难免有其他的一些主题 可能他征集股东权利的目的 不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为有可能 他在某些事项上 那个表决权还不够 对不对 好 于是呢 我出钱 我征集一下 所以这是不允许的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发生 法律就禁止 有偿或变相有偿的 去公开征集股东的权利 好 再看 投资者保护机构 保护投资者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调解证券纠纷 证券纠纷 是可以向投资者保护机构 申请调解的 大家想 这个投资者保护机构 它产生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所以呢 通过它进行调解 最起码 我们这些投资者的权益 不会受到损害 对不对 所以 当普通投资者 跟证券公司 发生证券业务纠纷的时候 普通投资者提出调解请求的 证券公司是不得拒绝的 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 我找到投资者保护机构 感觉就是有了一种 有依靠的这种感觉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证券公司 你必须跟我们这个 普通投资者一起去接受调解 而不能说我拒绝 好 下面我们看 投资者保护机构 保护投资者的第三种方式 就是证券支持诉讼 什么意思 投资者保护机构 对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支持投资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讲的就是 当投资者受到损害的时候 到法院去起诉 投资者保护机构说 你去 我支持你 我为你提供帮助 这就是证券支持诉讼 好 下面我们看 投资者保护机构 第四种 保护投资者的方式 是股东派生诉讼 或者说股东代表诉讼 他指的是 发行人的董事兼士高级管理员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 导致了公司的损失 投资者保护机构 持有该公司股份的 可以为公司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 都不受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好 大家看 这个股东代表诉讼 很明显 跟我们在公司法当中 所讲到的股东代表诉讼 有区别 因为在公司法讲到 股份公司 股东代表诉讼资格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印象 是有要求的 股份公司股东 必须是连续180以上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以上的股东 才有代表诉讼的资格 但是投保机构 作为代表去起诉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那就不一样了 他不受持股比例 和持股期限的限制 什么意思 哪怕他刚刚买了该公司股票 一天只买了100股 也没有关系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投保机构 他去起诉的时候 不受持股比例 和持股期限的限制 因为 一般来讲 针对公司的动肩高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等 导致公司的损失 大家可以想一想 真正受损害最大的 应该是那些个中小投资者 对不对 所以投保机构 代表公司去起诉 归根结底 保护公司利益 还是为了保护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他不受持股比例 和持股期限的限制 好再看 第五个方面 投资者保护机构 作为代表人诉讼 具体而言 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的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而且当时一方 人数众多的 可以依法推选 代表人进行诉讼 好 这种代表诉讼呢 我们把它叫做 普通代表诉讼 他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和在座的各位 我们有30个人 因为某上市公司 他虚假陈述 导致我们损害了 我们现在要去告他 好 正常情况下 我去起诉 你们一个一个一个都去起诉 大家看 是不是很麻烦 从法院的角度 他要审这么多个案子 我们的每个人都要去 法院要去出庭 对吧 如果说开五次庭的话 我们要去五次 太麻烦 于是怎么办 既然 我们诉讼的标的 是同一种类的 都是告这个上市公司 说他虚假陈述 导致了我们的投资损失 所以我们干脆选出代表 去做带头大哥 你代表我们去诉讼 我们都听你的 好 这就是普通代表诉讼 而普通代表诉讼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 需要在法院登记 明示加入 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这三十个人 我们想要加入的话 明确表示 我愿意加入 我要搭便车 但是有五个人 没有作声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视为他放弃 所以叫做明示加入 漠视放弃 这是普通代表诉讼 但如果是投保机构的代表诉讼 那就不一样了 投资者保护机构 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 大家注意 50名这个数量 因为在20年的考试当中 是涉及到的 好 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 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我们把投保机构 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叫做特别代表诉讼 并且 未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确认的权力 依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 但是 投资者明确表示 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好 大家看 这个特别代表诉讼 跟前面讲到的普通代表诉讼 就不一样 首先 代表人是不同的 普通代表诉讼 我们是从受损害的投资者当中 选出代表 他代表所有这些愿意去起诉的人 而特别代表诉讼当中 是投保机构 受投资者委托 作为代表人 好在有呢 在普通代表诉讼当中 叫做明示加入 末示放弃 也就是 你想要加入到原告的行列 必须明确表示 我要加入 我要上车才可以 而如果是特别代表诉讼 叫做末示加入 明示放弃 什么意思 只要你不明确表示 我不去告 我放弃 我们就默认 你愿意作为 该诉讼当中的原告 一旦 投保机构告赢了 好 我们就可以拿钱了 对吧 这就是特别代表诉讼 它跟普通代表诉讼 有不一样的地方 而这个问题 我们在后面 讲到证券欺诈的法律责任 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好 下面我们看 投资者保护的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叫做先行赔付制度 那么这个先行赔付制度 它指的是什么 发行人因为欺诈发行的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相关证券公司 在后面 讲到证券欺诈的法律责任 大家都会看到 这些人呢 他们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他们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 就赔偿事宜 与受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 予以先行赔付 好 这就是先行赔付的制度 在这里面 有责任的相关当事 反正他们都是要赔的 于是呢 他们就委托投保机构 你来带我们跟投资者呢 达成赔偿的协议 这样呢 对投资者呢 就可以先行赔付 比较典型的比如说这个万福生科 因为当时他欺诈上市 他的保健机构就是平安证券 平安证券呢 就拿了三个亿出来 涉猎了一个专项的基金 委托谁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那个投保基金公司 投资者保护机构 向投资者先行赔付 这个先行赔付 他有什么样的好处 为什么说他保护投资者权益呢 主要是他省去了投资者去打官司的麻烦 对吧 好 直接你就可以拿到赔偿了 只不过呢 相关的主体 在先行赔付之后 是可以依法向发行人 以及其他的连带责任追偿的 因为在这里面 大家后面会学到 涉及到欺诈发行等等 虚假陈述 导致了投资者损失的 这个赔偿义务人的范围 是非常广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发行人呢 他是一个无过错责任 而其他很多的相关主体 都是过错推定 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所以这些个责任人 在先行赔付之后 可以依法向其他的责任去追偿 好 这就是投资者保护制度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2010年这个多选题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规定 下来各项中 可用于区分普通投资者 和专业投资者的有 这就是划分的标准 A 投资的知识和经验 这是正确的 B 金融资产状况 也是正确的 C 财产状况 也是正确的 D 专业能力 也是正确的 所以四个方面的划分标准 正确答案 ABCD 全选 好再看 2010年这个多选题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规定 加上市公司的下类机构 或人员中 可以作为征结人 自行或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 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等 股东权利等 我们说了 公开征级股东权利 就是四种主体 好 A 职工监视 职工监视 李某 这是错误的 B 独立董事 刘某 这是正确的 C 假公司董事会 这是正确的 B 持有假公司3% 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王某 也是正确的 只要持有 1%上 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就可以了 好 除此以外 还包括另外一个主题 是谁 就是投资者保护机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该选 B C 和D 好 讲到这里 第一节 证券法概述 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讲了 我们国家证券法的 使用范围 那么其中 关于证券的类型 我们说 发行和交易 都是我们国家证券法的 就包括了 股票 公司债券 存托 凭证 而交易 是用我们国家证券法的 主要就是 政府债券 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的 份额 好 然后呢 我们讲了 什么叫做证券的 公开发行 所谓公开发行 首先是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 或者是向 特定对象发行 但是呢 累计超过了 200人 当然其中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员工 是不计算在内的 好 然后我们讲了 我们国家的证券市场 就包括了 三大交易所 以及新三百 还有区域性的 股权市场 而其中 三大交易所 再加上新三百 构成了我们国家 公开的证券市场 好 然后呢 我们讲了 在北交所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 其中 发行的主体 两种 第一种呢 是存量的发行人 就是 新三百 原来精选层挂牌的公司 而这个增量的发行人 新增的发行人呢 应该是在 新三百的 创新层 连续挂牌 满12个月的 好 然后发行的 基本条件 那么我们在里面呢 主要是讲了 一个口诀 大家应该有印象 叫组织机构 很健全 然后持续经营 无障碍 三年 无保留意见 而公司 两控不存在什么 五种犯罪 三违法 然后呢 不存在 一年证监会处罚 好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我们国家 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体制 这个监督管理 一句话 就是统一监管 再加行业自律 统一监管 就是由证监会 负责对证券市场的 统一监管 而行业自律呢 主要就包括了 通过我们国家的这个 证券业协会啊 然后证交所啊 证券服务机构啊 等等 进行行业自律 好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信息 披露制度 这个信息 披露制度 首先 披露的内容 其中 首次披露 就是招股说明书 招股说明书当中 所引用的 财务报表的 有效期 使最近期截止日期 六个月内有效 特殊情况下 可以延长 但延长呢 也不能超过三个月 所以叫做 非常六加三 好 然后是涉及到 相关的定期报告 这个定期报告的话 有年报 有半年报 那么其中 年报必须是 上年度结束之日期 四个月内 而半年报呢 应该是 上半年结束之日期 两个月内 好 然后呢 又应当进行 临时披露的 重大事件 在证券法当中 一共规定了12条 而我们要求大家 要记住的 也给大家 编了一个口诀 叫什么 叫 315主要领导 大股东 变动 重大资产 超30 对吧 那么其中 所谓的315 其实是 三分之一的监视 然后5呢 是5%以上 就是大股东 所以主要领导 指的就是 董事 三分之一以上的监视 或者是经理 发生变动 然后董事长或经理 不能够履行职责 而这个大股东的变动 就是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或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 他们持股的情况 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 发生变化 而重大资产 超30 指的是 该上市公司 在一年内 购买或出售 重大资产 超过了公司 资产总额的 30% 或者是 该重大资产的 抵押 质押出售 或者是报废 等等一次超过了 该资产的 30% 好 然后呢 我们讲了 关于信息披露当中的 管理制度 涉及到这个 当时的职责 那么其中 涉及到 上市公司 然后呢 董坚高 以及公司的 大股东实际控制 应当履行的职责 然后我们讲 重大事件 披露的管理 就是重大事件 应当要 及时的进行披露 那么 即时披露 一句话总结 就是该重大事件 基本确定 或者是已有影响的时候 而所谓即时 是触及披露 10点的 两个交易日内 应当要进行披露 好 然后我们讲了 关于投资者的 保护制度 首先就是要区分 普通投资者 跟专业投资者 这个区分的标准 四个方面 就是资产的状况 然后金融资产的状况 再有呢 就是他 投资的知识和经验 以及专业能力 然后我们讲 在区分普通投资者 和专业投资者的 基础上 那么作为证券公司 应当要尽到的义务 就包括了 适当性的义务 以及拒绝服务的义务 再有呢 就是当证券公司 跟普通投资者 发生证券纠纷的时候 由证券公司 承担相应的 举证责任 所以是一个 举证责任倒置 如果证券公司 他不能够举证 证明自己的行为 是合法合规的 那么造成了 投资者的损失 我们推定他有过错 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后我们讲了 投资者保护机构 他主要是从五个方面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包括他可以公开 征集投资者的代理权 或者说股东权利 然后呢 在证券纠纷调节当中 这个投资者保护机构 他可以作为调节机构 再有呢 就是他可以支持 投资者进行诉讼 再有呢 就是他可以进行股东 派生诉讼 而他的这个派生诉讼 或者说代表诉讼 是不受持股期限 和持股比例限制的 然后呢 就是投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作为特别代表人 进行诉讼 而这个特别代表诉讼 它跟普通代表诉讼 是不一样的 普通代表诉讼 叫做民事加入 末事放弃 而特别代表诉讼呢 它是末事加入 民事放弃 好 最后呢 我们讲了关于 先行赔付的规则 这就是第一节的内容 是否认为审判的 是否认为审判的 产生诉讼